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不是专业的自媒体从业者 我玩自媒体 纯属就是瞎胡闹 主要就是借这个平台 发发牢骚吐吐槽 我的观点 根本连一家之言也算不上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当真 如果对你 能有那么一点点的启发 对于我来说 那纯属就是侥幸 有启发也主要是因为您的悟性高 很多朋友对于我有很多赞美 说实话真的不敢当 当然了 那些对我的批评 我也不一定会虚心接受 我很感谢有这么一个平台 因为有了这个平台 我才有机会 跟大家分享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 同时又为这样的平台而感到悲哀 自媒体严重拉低了人们的智商 使人变得盲目 群盲效应变得更明显 大家不会思考了 咱就拿高考生抱志愿这个事来说 我看到网上流传着 比如类似于什么十大最不满意专业的帖子 既可笑又可悲 一个人怎么会学习这么多的专业 如果你自己没有学过 你凭什么 你有什么根据 说这些专业 让人不满意 你有什么资格说不满意 如果只是简单的 把网上大家吐槽最多的专业进行汇总 那也只是每个人谈自己的看法和感想 汇总起来就说某些专业 大家都不满意 那更是扯淡 有些人自己不好好学习 不愿意下功夫 想躺着就有所成就 动不动就说某个专业没用 说某个专业不好找工作 凡事从来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这种人活该一辈子受凶受苦 别说对于自己所学的专业 有些人连亲爹亲妈 连自己的子女爱人 都看不上 都不满意 你说何况是一个专业呢